我们说这个体育到底有没有用 一方面我们说不建议竞技 不要太过于健身 那我们又说德志体面了 全面要发展 现在人体质差 哼 到底怎么对 其实健身就是活动 它当然有运动它自己的作用 第一个是调动气血 舒展经脉 为什么一说就说内在 因为外在的这些 它是内在是根 外在只是一个表象 你看上去很健壮 它里面是气血是乱的 你练得越好 你练得越过度 它里面越糟糕 你看李小龙 你说它的设施跟这个锻炼过度没关系 实际上它的性格 到后期 从小就有这个苗 到后期 扭曲了 过于刚 过于怎么样 很多运动员都是短瘦 那我们说 有的人说静 好 有的人说动好 你看这个不会那么长寿 那有的时候生命在运动啊 凡事肯定是有个度的 但是你不会动的前提下 你还是要静 就像我们 你看后面这个刀钳关棒 我也很喜欢武术 怎么会的呢 由这个静坐开始 这个气血带着你身体走 是里面在动 你外面没有动 它自己在动 这个刀钳关棒就现手边来了 只要能忧的动 都会了 不用老实 我们前面也有课 大概说过 你可以去翻 穿黄裤子里 那这个运动的好处就是 除了调动气血 舒展经脉 其实身心灵它是相通的 所以它也可以舒展身心 就像唱歌跳舞一样 也是有它的好处 但是你不拿这个赚钱的话 你的特长不在这 那就是个玩儿嘛 就是个兴趣爱好 不要老是执着于这些 与玩物散志 那你说这些特长 那你其他自然就不特长 那你一辈子就是搞这个 你最了不起 你是个教练 也没怎么样 当然现在人体质差 这个全面运动 我们还是要倡导 那练就练好的运动 你看传统武术都好 女孩子学学 挑挑这个古代的舞蹈 男孩子练练武术 三金八五 足矣 瑜伽都不用学 瑜伽他是说动不动 说静不静 半脑子 那你静 静坐会了 你动工又一套 那不就很好了吗 你这个气带着你走的同时 这个 男孩子 其实他是根据自己 有病灶他会冲灶 哪不通 他慢慢调整 都疗愈 而且一点不累 你甚至连二十个小时都不累 连到你自己睡着了 那西方 他就 他不行 个个个子 个子很高大 微猛 他就在乎这个 身体 物质嘛 他在乎这些 有形的 山高我威风 我登上山顶 我就了不起 比山还厉害 挑战极限呢 就是跟生命开玩笑 他们的生命价值就在于这个 其实他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激发你那个意志 那个极限 那你看 你要用在有用的地方 那红军 万里 多少万里 挑战极限 用在 为了保护